好 接着我们继续看三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以及处置 这个内容基本上是每年必考的 去年考了两套题 好 接着我们继续看三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以及处置 这个内容是考试的重点 而且相对而言难度比较大 这个内容实际上在教材里嘛 它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在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这一章 另外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和平科技报表这一章 那么我们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它往往是在一个大题中既考各报 既考核报 所以我把教材中的部分给它并在一起给你讲 这个内容教材里面没有 不是说我这个知识点没有啊 而是我现在我要给你讲的这部内容 教材没有 它是背后教材这么处理的一个逻辑理念 去年在两套试题中 都余了考核 其中在8月28号没有公布的那个试题中 考的是从30%到100% 如何经处理 我们后面会看到那个题的部分 还有在去年的严考那批 考了从100%到10%如何处理 当然这个题考的还比较高级 还涉及到如果说在处置90%股权那天 又发生了一些相关的税费 还有一些审计费评估费该如何处理 它考的还涉及一些税费的问题 当然在去年没有公布那个考题中 还考了比如在被动稀释情况之下 但又不丧失控制权 我的个报和合报怎么处理 后面我们还会有 因此这种股权的增持或者减值的转换 基本上是年年必考 考试也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这部分我并 由于虽然教材没有 但是我并没有给你写 是什么入部三分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我要用一种 你可能以前听的 就是可能以前也听过 但是不是跟我的一个讲法又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大家以前 专业期间是通过背的 大多数同学可能是通过背的形式 来解决这部分增减值的问题 我是想通过一个 它的背后的一个逻辑 一个原理 给您做一个梳理 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这部分我建议您认知的题 难度有一定 但是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您是可以承受这部分难度 相对跟后面的有些内容比的话 是可以承受 而且今年后面有些内容 包括前面有一部分 我其实是给您适当的降低了一定的难度的 我们先看这段文字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跨界准则在2014年 全面应用跨越重大跨界界限理论 我们后面就叫做跨界理论 不是跨界歌王那个事啊 我们跨界理论 去年我用这个词啊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看了去年的课件 我用的是跨越重大经济界限理 从实质内容上来讲 跨越重大经济界限和跨越重大快界限 没有本质区别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您去年听过这个课程 跟今年讲的内容 实质内容上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为什么要改这个名 实际上这个名我是几次亿 我最早叫做跨越重大快界限 好了又改成经济界限 今天又改成快乐界限 为什么 实际上是如果大家看一些中文的一些译本 就是翻译那个译本呢 对这个问题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讲 两种翻译其实都有 我为什么叫做跨越重大快级界限的今年呢 就是由于就是去年的时候啊 我那经济界限 我是这么考虑的 就是大家看那个报纸啊 新闻里采访 如果是采访 就是说一个著名经济学家 接受媒体对一个经济问题 接受采访 发表他的意见 这个大家觉得比较高大上 但如果说是一个会计学家 接受采访 这大家就会觉得 可能是不是稍微差那点意思 当然呢 这个人呢 还是这个人接受采访 内容上也没有区别 所以我去年呢 改成经济界限的原因是在这儿 当然翻译的时候 也有的理论书籍叫做经济界限 也有的理论书籍翻译会计界限 这两个都有 今天为什么要改过来呢 就是这个界限的 其实你从准则的角度来讲 按照准则的那个界限 比如这个多少号 可能您理解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毕竟我们的考试 是我们圈内人的一个考试 也说你更是从事会计专业 这个圈内人考试 因此我今天把这个名堂又改过来了 这样的话 我后面讲这个准则界限的时候 您会更大更好的理解 再说我们考考试嘛 他也不需要那么高大上 我们目的是为了通过嘛 我再看啊 那么14年的准则在长头啊 企业合并那时候修订的时候呢 帮将我们在合并科技报表中的一些原理啊 或者是一些原则呀 下推到了个别报表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什么 一种下推快乐 一种体现 你说对于我们合并科技报表的一些理念思维 推到了个别报表 这种推啊 我们后面讲持有代售的时候 还有类似这种下推 那那块我到时候讲着 我再跟你说 他那个推啊 有一定的质疑 就是有一定的不同意见 目前 但是这种推 就是从合并报表这种跨界的处理 推到个别 目前来讲 大家都觉得普遍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我们现在 我现在该着您几个事了 下推会计 在哪 在吃又代售 还没讲是怎么回事 这是该着您的 还有一个在讲固定资产的时候 我们关注包括改良支出 修理和大修理的区别 我当时说在租赁那 我欠你那事 我都记着 我们看啊 那么对于跨界理论 是否跨越重大会计界限 相应的分类转换中 原持有股权投资 或者是剩余股权投资的伎量 以及对原持有股权投资 相关其他综合收益 和享有其他所有者权益 变动份额 确认着资本攻击的会计处理 有所不同 好绕 您先跟我简要的把这段文字听一下 然后有那么一点点的认识和印象就行 我现在不要求你对这个文字有掌握 后面会给您讲怎么回事 我们看 因追加投资或者是减少投资 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 个别报表在基础资产 或者是权益法控制 具有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以及控制中的变化 应将持有投资或者剩余投资 按照公允价值处置 并立即按照公允价值回购进行处理 啥意思 我知道 我听完之后 你可能听了个计划 马上给您解释 我先念完 原形成 原投资形成的累计 其他综合收益 等级商誉 也在转换日 适同处置 进行处理 我们再看二 二念完之后 马上说 相反 如果未跨越控制 共同控制 以及金融资产核算 一个 第一个讲的是 因跨越了 第二个是没有跨越 则不对原持有投资 或剩余投资 在转换日的供业价值 经重计量 比如说 我原持有80% 我被动稀释到70% 或者是我处置了10%的股权 还剩7% 对于这个剩的这个70% 是不是没有 产生跨越 重大快据处理界限的现象 为什么 它还叫长头吗 那么怎么办 则不对原持有投资 或剩余投资 按转换日的供允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仍然以其账面价值 进行承接 它的核心的点就在于 如果您跨界了 就按照先卖后买 如果您没跨界 就相当于是原账面价值 继续在那放着 那么原投资形成的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的 也不会再转换日 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这两段文字 别着急 还没总结 现在就给您做一个总结 提示一和提示二 先不看 先转到这个表 然后我们待会再看提示一个提示 我们先说什么叫跨界 又说未跨越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以金融资产 它讲的是啥意思 我们先看这个图 我们假设分成以下几个分界点 第一个分界点 我们先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就认为金融资产属于什么 三无投资 无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那么我们以20%作为一个分界线 别跟我掰着这个事 就是20%也可能是什么 也可能不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先假设20% 就是重大影响的一个分界点 低于20的都是金融资产 比如说宗股或者松股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 那么共同控制 比如说我们按照50% 作为分界线 那么也说20到50之间的 我们认为是权益发 超过50的我们就按照控制 你看行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分以下几个情况 跟您说 比如说我的股权从10到了20 我们先说这个事 假设说20 或者是从10到了多少 再往这边走 10到了60 或者从20 就这个点 到60 少了一个 10到20 我们先说这几种情况 你看见了 就是有一个10到20 有一个10到60 有一个20到60 我们先说简单的 10到20 是不是只涉及到个别报表 不是在合并报表 您承认吗 因为它不涉及到边合并 但您一定说了 那我持有它10%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能也有合并报表 我现在讲的是 我从10到增持20% 您对于背头的企业 不纳入您的合并范围 在您的合并范围报表 发表之内 依然是按照金融工具 或者是按照权益法 和算 我们讲的是这个事 也说它不涉及到 合并范围报表中 一个调整的问题 我们讲的是这个事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从10到20 原来呢叫做棕股 或者是叫做损股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考损股的概率很低 或者是基本没有 为什么 之前我给您讲 金融工具的时候 我曾经是提过这个事 我提过什么呢 就是在金融工具准则之下 对于损股 以前年度供应价值变动 我是不是提过一个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每期的供应价值变动 那个金额 对吧 这个金额 我在处置时 是否截转至损益 目前包括教材 包括我们的准则应指南 它的表述是不同的 因此是否要充分类置投资收益 在处置时 没有定论 也正因此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之下 它不太好把握出题 看了这个图之后 我们先用这个黑板 给您具体解释 从10到20我们看 如果从10到20 假设不是要关联方交易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寓 我们先说 是不是只涉及到个别报表 不是一个合并会计报表 当然我刚才讲了 合并会计报表 也会体现出这个10和20 只是什么 只是它一个权益法 或者是还是按照金融工具 来进行合算而已 那么你看 我们先说第一笔分路 借长头 10% 这10%是啥 是不是牛女 您从10到20 增持了10%的股权 对吧 假使说我支付的是现金 带一个银存 这是10% 您所支付的对价 第一步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 由于您是从10到20 原先这个10 我们加上用宗谷来替代 是不是从宗谷变成了长头 并且后继见着权益法合算 这个您同意吧 也由于它是从金融工具 变成长头 它产生跨界 为什么产生跨界 因为在20以下 我是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22号来进行计量 而超过了20到50之间 我是按照长头的权益法 在经计量 如果说您对于准则的号 不是很理解 因为超过20 是按照长头 长头什么是2号准则 等于它从22号准则 变成了2号准则 如果您对长头的号不理解 或者说不是记得那么深 那么您怎么办 您就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我的个别报表中 只要科目发生变化 比如说从金融工具变成长头 或者从长头变成金融工具 反过来 就会产生跨界现象 这叫做跨越重大会计界限 那么跨界的怎么办 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精处理 这就是我们在专业上学的 先卖后买 视同处置 视同处置 我们再看 第二笔分六是借一个银存 再带一个棕骨 我用棕骨做替代 那么这是借银存吗 是借的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借的是长头的什么 10%的那个钱 我刚才为什么要写银存呢 那是因为您看 我第一步是不是用银存买了10%的长头 因此这10%的长头 跟我这个银存的10%的钱额 是不是应该是等价 您承认吗 如果是等价的而言 它是先卖后买 我可以把银存作为一个替代物 作为一个中间这个二传这个角色 实际上第二笔分六 把银存的这个二传这个角色替掉 就是借一个长头 带一个棕骨 还没完 你看啊 这个长头的金额 是不是可以跟我的第一步 这个长头金额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10% 都是10% 如果不同 你按比例切就行了 都是10%情况之下 跟我账面的棕骨的这个钱 可能会有一个差 这时候您可能会跟我较真了 我既然棕骨 也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那是不是就应该跟我长头的这个10%的金额 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您讲的有道理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一般企业只是在12月31号做一次公允价值变动的调整 在平常一般不做 除非有些企业他630需要他上市公司630需要去对外报 有些企业可能会调这个棕骨 他们按照报表这些 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什么 在年底做一次公允价值变动调整 因此我账上棕骨和我现在10%这个长头的金额可能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可能是8月份增持到10%达到20% 从10%到20%可能是8月份 那这两个金额可能会不一样 那么这个不一样是不是相当于适同处置一个棕骨 在买一个公允价值10%的长头 您成了吗 我刚才讲了 银行存款只是一个我给你好理解的一个过渡性科目 它实际上是先卖后买 你把银行存款作为一个二传的这个依托就行了 等于说是我处置一项棕骨 买了一项长头 先卖后买这个原则 所以说这块的代方有一个留存收益 这个留存收益实际上是账上棕骨和10%长头 你所借方的差 这个10%长头 我可以认为是在购买10%长头这个点 它的供应价值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假使说没有涉及到权性交易 都是一个公开市场 那么我就可以认为增持这个10%长头 就是所对应这10%长头的供应价值 您承认吧 但是这块处置宗股时 是不是不能转损益 只能转留存收益 之前我们讲金融工具就学我这块 那么还没完 还有一个第三部分 我在这写了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是我宗股在以前年度计题的供应价值变动那部分 我放在哪个科目了 是不是放在其他综合收益的科目 假使说原来在代方 我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反向回冲 借一个其他宗 我后面那个核收益我就不写了 因为简化一点 带一个留存收益 您能理解这步吗 这一步是第三个分路 它的意思就是 我既然是先卖后买 认为是处置一项什么 认为是处置一项宗股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按照先卖后买这个原则 相当于把宗股给它处置掉 当然我取的是一个非货币性的一个对价 当然是成头这块 那这里面您就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我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是不是宗股都是节转制 留存收益都不走损利的 我刚才讲了 考损股的概率没有 因为考损股 原先以前年度计题的供应价值变动 本年适同处置时 是否转投资收益 目前准则打架 所以说这块考就应该是考宗股 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第四笔分路吗 可能 我在账上是不是现在有一个20%的长头 您承认吗 增持10% 这是10%的 另外的是原10%的宗股 按照先卖后买的这个原则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初始重新 又确认了一个10%的一个长头 两个并在一起 是不是我长头后继按照权益法 核算那个初始金额 您听懂了吗 那么这个金额 是不是要和我被投资企业 可变成精神产的供应价值去比 比按照他的按照我对应的持股比例 比完之后 如果大于他叫做内含商欲 你还记得吗 之前讲了 如果小于他是不是还有一笔 借长头 带营业外收入 是这样吧 借长头带营业外收入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需要跟 由于我是初始确认一个20% 先卖后买 初始确认一个20% 在初始确认时 我需要考虑和我被投资企业 可变成能量供应价值 乘以我那个20%出股比例去比 如果是内含商欲 那两个值就是这个长头的值不变 就没有第四笔分路了 如果是小于他 是不是还要有一笔借长头 带营业外收入 使他什么 长头的金额和我被投资企业 可变成精神产供应价值 乘以我那个出比例 两个要相等 所以说这个是10%到20% 再说一遍 不涉及到核报 核报的调整 如果你各报已经这么调整 核报不需要调整 这是讲的第一种情况 在讲完第一种情况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提示 你看看能不能理解 因为什么要讲这个提示 因为后面马上要讲 涉及核报咋办 那会相对比较死亡 按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原有投资或者剩余投资 仅限于发生跨越重大 会计界限的情形 如果未跨越重大会计界限 比如说对联营企业的持股比例 变动后仍为联营 比如说原来是我40% 被动稀释之后仍为20% 仍然是权益法 之前给您讲了 那里面那个插什么 插资本公积 其他之前给您讲立体 既包括有内含商欲的 也包括没有内含商欲的 你还记得吗 今年考试重点 对于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变动仍为子公司 这个地方去年8月28号 没有公布的试题考了 比如说我原来是80% 被动稀释之后成为70% 别着急 后面有立体给您讲 那个点 你看是不是没有跨界 各报叫长头成本 合报依然是从控制到控制 合报只有从不控制到控制 或者反过来从控制到不控制 说上桌子要考虑似的 才怎么样 才说到跨界 而个别报表怎么样 只要是科目发生变化了 就是跨界 那么则不能运用这一原则 对原有投资或剩余投资进行重新计量 这是给您讲的 我们再看二 个别报表的跨越重大会计界限的范围 仅限于跨越会计科目 刚才说了 从金融工具到长头 无论是成本法还是权益法 它都叫长头 或者是反过来 那么合并报表的跨越重大会计界限的范围 包括控制权发生变化 控制到不控制 或者从反过来不控制到控制 那么跨越会计报表项目 涉及取得控制权时 限于非同一同一解合并来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同控而言 它是按照一体化存续原则 它是按照权益结合法 它是按照权益性交易 因此在同控下 不涉及到跨界理论这么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从10到20% 10到60% 或者是从20到60% 如果是同控的处理 不按照跨界理论 它是按照权益结合法 后面会讲到 你就记住了 在增持股权过程中 只有什么非同控 才涉及到我们的跨界的处理 这是给您讲的一个原则 先听到 我们再看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 刚才讲的第一种是 10到20不涉及到核报 只涉及到各报 第二种情况 比如说从10到60 或者是从20到60 我们先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10到60 我的问题是个别报表有没有跨界 跨了没有 跨了没有取决于它的科目是否发生变化了 变了对吗 从金融工具 比如宗股 变成了长头成本 核报有没有跨 也跨了 从什么 从不合并到合并 因此各报和核报都跨了 我们先看各报处理 各报处理 第一笔很简单 借长头 带银存 这第一步应该很简单 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不是 我现在是增持了50% 但是对于我远10%的股权 我是不是需要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刚才讲的先卖后买的原则 因为它跨界了 所以第二笔是借长头 带一个中股 假说说我原来10%的股权 我放到中股 假设说 假设说 因为为什么 我刚才讲了 损股考试概率不高 因为损股以前年度的公允价值 在你视同处置 或者在处置时 是否截转为投资收益 或者重分类的投资收益 这块目前准则之间有矛盾 有打架 所以说考你 考就是考中股 我们再看 这个中股 是不是它的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 是不是从投资方 在增持50%这个时间点的账面 当然这个账面 不是说 它一直是按照成本法 而于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在投资方所体现出来的 那个账面金额 它可能已经 以前年度 已经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只是在这个点上 它所体现出这个金额 那么这个再有一个什么 再有一个 擀一个差出来 是不是走一个留存收益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我处置 或者叫视同处置的 10% 宗股 它的账面 价值 核武 它的供允价值 这个供允价值 我是用长头 先卖后买 这个买 非后面资产 来体现出来 嘎出差来 走一个留存收益 这是相当于先卖后买 第一步是真实的买 第二步是什么 视同于先卖后买 由于跨界 视同于先卖后买 有没有第三部分路 有 以前年度 我所在供允价值变动 所在账上体现出的 其他中华收益 假使说在贷房 我是不是也要 截转为留存收益 所以第三步是借一个 其他中 再贷一个留存收益 对吧 那么这是三笔分路 这里面还要注意的 一个点是什么 在我的核报中 有没有跨界 跨了对吗 它是从什么 它是从不控制到控制 是不是也是按照 我原10%的股权 按照先卖后买 这个原则 所怎么样 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值 再加上我所支付的对价 这个50% 与我被投资企业 可辨认精彩的供允价 的份额去比 嘎出差来 如果构成业务怎么样 作为商业处理 我之前一直讲 在增持中 只有非同控 才体现出来 我们跨界理论 同控是按照权益结合法 因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是什么 原10%股权 在增持50% 这个时间点的供应价值 再加上增持50% 股权所支付对价 与我被投资企业 可辨认精彩的供应价格 份额去比 嘎出的那个差来 进入商与 这是我正着圈的第二种情况 您听懂了吗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种情况 从20%到60% 我们先说有没有跨界 跨了还是没跨了 20%到60%在各报中是什么 是长头的权益转成本 合报是什么 合报是从不控制到控制 因此对于20%到60% 在个别报报 我们先看个别 第一笔借长头带银存 这个是40% 这是40%那部分的 然后对于原20%的股权 在各报中需要按照 先卖后买的原则进行处理吗 您说需不需要 不用吧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跨界 它是从权益 它是从权益法转成本法 没有跨界 没有跨界 就如我们刚才讲的那样 原20%股权 在增持40%这个时间点 它在账上所体现出的金额 这个金额并不是原购买 20%股权的金额 为什么 因为这段期间 你有一个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核算之后的结果 在增持40%股权 这个时间点 在你账面所体现出的金额 这个金额不变 在账上一直不变 因为它没有先卖后买 没有跨界 再加上40%股权 所支付最价 是你什么 是你在个别报榜中 后继按照成本法 计量所体现出来的金额 核报呢 核报有没有跨界 核报跨了 为什么核报跨了呢 因为核报是从什么 不控制到控制 因此核报的处理 需要按照原20%股权 在购买日这个时间点 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我们在教材里面 有一个分路啊 当然这个分路是各报的 我们现在讲的核报 是不是有一个分路 就是借长头 20%公允 再带一个长头 20%账面 还有一个投资收益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你长头 这几年权益法核算时 你账上那个资本公积啊 或者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是也要考虑 是否能够截转至损益 还有第三笔分路 对吧 这是我们之前讲 第三笔分路 我就不给您写了 那个意思您能够明白就行了 就因为这个长头是账面 这个账面中 是不是以前年度 您有所在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会产生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是资本公积 当然这个资本公积 考虑是否截转至损益 再考虑第三笔分路 怎么写 但肯定是有的 这是不是有一个投资收益的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按照20%股权 在购买日这个时间点的供应价值 再加上40%股权 你所支付的对价 再减掉什么 与你被投资企业在购买日 可变成精彩的供应价值 乘以您的持股比例 因为您持有60% 比较 嘎出那个值来 是不是就是您的商誉那个值 这是整个我们在第三种情况的处理 但是您要注意 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中 第二种情况从10到60 各报和和报都跨界了 因此怎么样 因此 对于个别报本的先卖后买 在合同可以报本中依然是先卖后买 而在第三种情况 各报没有跨界 而合报跨界了 因此会有这笔调整分路 当然这个调整分路日后还要反 它作为合并对价 反向跟你背投的企业可辨认精彩的供应价值 乘以你持股比例去比较算的商誉值 这是第三种情况 同时要提醒您另外一个事 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种情况 10到60 有一个点包括20到60 它可能会这么考你 它给你了一个比如10到60 它给了你一个增持50%股权所支付的对价 或者在这个部份中给您增持40%股权所支付的对价 那么这里面啊 对于远10%的股权的供应价值怎么取的问题 题目中以前年度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 没给你远10%的股权的供应价值 您听懂了吗 但是给了你增持50%股权的供应价值 但是没有给你远10% 怎么办 您按照五分之一的比例去切远10%股权的供应 按照先卖后卖的原则处理 还有一种给了您10%的股权的供应价值 但是这个给的并不是等于增持50%股权供应价值的五分之一 不等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可能会产生我们会计中的一个学术名词 叫做控股权溢价 也就是你如果取得一个企业的控股权 和你作为重大影响 或者是作为一个战略投资者 你所支付的对价是不相同的 你要取得一个企业的股权控制权 你需要多支付经济利益才有可能 跟战略投资者或者是重大影响是不同的 因此如果他给了你10%的股权的供应价值 你优先采用 那么50%的对价 您该怎么使怎么使 因为那个对价可能不合百分之乘以五分之一 并不一定等于您题目中 这个50%提干中给的您的供应价值 如果两个值有冲突 比如说50到五分之一 那个值要更大一些 10%股权的供应价值 提干中给的您更小一些 怎么办 您优先用提干中10%股权的供应价值 因为这50%的股权 有可能会出现控股权溢价 它的值可能会高一步子 那么如果没有给您10%的这个股权的供应价值 听懂了吧 那么怎么办 就按照50支付对价乘以五分之一 倒算远10%股权的供应价值 这个20到60一字类非 当然这个20到60只限于在合并会计报板中 对远20%股权 需要按照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在个别报板中实际上是您账面那个权益法核赚金额 再加上你增持40%股权支付的对价 等于你在账上那个长投的一个金额 因此在各报合报中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表 这个表给您做了一个总结啊 这个总结我们先看正的圈 我们还没说反的呢 反的是从60到10 60到20和20到10 我们先看正的圈 正的圈 第一个金融资产到权益法 那么是不是对于远10%的股权 这部分 是不是需要按照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那么转换日记住留存收益 为什么记住留存收益 是因为我刚才讲了 考试只可能考你中股 不可能考你损股 因为损股供应价值是否截转损益 在视同处置或者处置这个时间点有争议 因此转入留存收益 这个点您已经记好了 那么追加那部分不需要赘述 那么我们再看金融资产到成本法 刚才讲了 由于它既涉及到各报 也涉及到核报 因此这块 是不是各报和核报都跨界了 您承认吧 因此在非同一空中企业合并中 我再强调一遍 是非同空中 怎么办 是不是按照您50%股权所支付的对价 再加上您原10%的股权 在这个时间点购买日 它的供应价值两个之合 来于考虑刚才讲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也是记住了 记住留存收益 供应和平国家报表 对原10%的股权 按照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再加上你支付50%股权支付对价 与我背头的企业 可辨认经济的供应价值 乘以您那个持股比例 比较之后的那个金额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商与 因为前提是非同空 那么记住一点 合并会计报表 在个别报表已经调整的基础之上 不再单独基础调整 为什么 因为你两个都跨界了 对原10%的股权 在各报中已经 按照供应价值计量之后 在合报中 就依此类推就完了 没有必要 这是给您讲的第二种 金融资产到成本 第三种权益法到成本 就是刚才给您画那个图 从20到60 20到60 在各报中 有没有跨界呢 没有对吗 为什么 因为它还叫长头 它依然是在2号准则 你如果跨界了 在合并会计报表 就会进入到33 或者2号写合并 或者合并报表 但是在各报中 它是不是从权益法到成本法 没有跨界 没有跨界就不会先卖后卖 因此我们在这写的是 对原股权 怎么办 非同一块写合并 以账面价值 比如说从20到60 加上增持40股权支付对价 两个并在一起 就是账面加40支付对价 就是什么 就是您各报中 所应该长头成本法 进行后续计量的那个 出使这个金融 那么我们再看 转换日 对于个别报表 不进行截转 就是您在转换日的时候 您在权益法下原先计题的 或者说原先按照权益法 所计题的那些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不截转 为什么不截转 因为没有跨界 但是如果是从金融工具到实 原先供应价值走 其他宗 刚才有没有说截转 截转 为什么 跨界就先卖后卖 没跨界就不截转 这是个别报表 但是合并报表怎么处理 合并报表是不是 从不合并到合并 是同于原20%股权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等于是一个处置概念 再加上你支付40%股权 支付的对价 等于什么 等于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合并成本 合并对价 在合并报表 因此对于20%原股权 在我的合并合计报表中 怎么办 那么您在权益法核算情况之下 那些其他综合收益 与转换日进行处理 这是什么 这是不处理 不截转 实际处置是截转 这要做在转换日进行处理 什么意思 由于您在第三种情况刚才讲的 就是从20%到60%情况 由于您在合并合并报表中 跨界了 不是跨界歌王的跨界 再说一遍 由于您跨界了 因此怎么办 您在跨界的情况之下 在合并合计报表中 对于原长头权益法这部分 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相当于是初始重新确认 一个新的长头 那当然您原先长头权益法 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在您账上所体现出的 其他宗 包括资本攻击 你看他是否是可以 结转损益的其他宗 或者是资本攻击 怎么办 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那么您的这个长头20 由于是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在合并合计报表中 按照重新计量的和您增持40%股权支付的对价 两个并到一起是您的合并成本 与您被投资企业在合并合计报表中 被投资企业可辨认经济产的功能价值 进行比较 而比较之后要乘以持股比例 因为按照持股比例相应的份额 咬出那个差来走 生育 这里面一定要记住了 由于是非同控 因此是在购买日 被投的企业可辨认经济产的功能价值 而不是账面价值 除非没有评估增减值 账面等于它的功能价值 这点您一定要注意的 这是第三种情况 我们再看第四种第五种和第六种 第四第五第六是减少股权 比如说从二十减少到十 这个地方我问你有没有设计到合并报表 不是一堆吗 虽然我也可能会编制合并报表 原先我按照权益法核算 现在我按照什么 按照三无投资 按照金融资产来进行核算 后面按照公寓 但是它的个别报表 在已经调整基础上 我合并报表无需做额外调整 为什么 因为本身这块的处理 就不涉及到合并层面处理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从二十到十 第一步我们先说处置百分之十 那么处置百分之十 是不是借了一个银存 再带了一个什么 再带了一个长头 权益法的账面那个值 是不是嘎出有一个差来走投资收益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 权益法核算是不是处置了百分之十 另外的是不是这百分之十里面 就是处置这百分之十里面 是不是我有一些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是有一些资本攻击 是不是考虑到 是不是能够截转至损益的 我要再做一个反向调整 转入留存收益 或者是投资收益 是吧 这是第二笔 这是第一笔 这是第二笔 那个百分之十的那个 真正处置的那个部分 他由于权益法核算 账上体现出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是资本攻击 也要截转 我们再看第三笔分诺 第三笔分诺 是不是剩余这个百分之十 剩余的这百分之十 有没有跨界呢 在各报中 是不是从长头的权益法 变成了供应价值 这个供应价值 比如说是借棕股 也可能是借损股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处置 或者叫适同处置这百分之十 是长头的权益法 适同处置这百分之十 我购买的是棕股和损股 跟刚才那个十到二十 反过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处置集中工具 处置一个棕股 而你购买一个棕股和损股 不涉及到什么 不涉及到这个所谓的 以前年度供应价值 变动水调整的问题 因为因此在二十到十中 它既可能您把它初始认定 就是剩余的这百分之十 它重新认定为一个棕股 也可能重新认定为棕股 都是有可能 因为它不涉及到什么 不涉及到以前供应价值变动 调整的问题 因为我卖的现在是长头 试图卖 实证处置 那么带什么 是不是带的是一个长头 百分之十 还带一个投资收益吧 我写投收了 是第三笔 还有第四笔吗 有 第四笔是什么 那么是同百分之十 处置的一个权益法 是不是跟我真正处置 这个百分之十是一样的 它在账上 是不是也是以前年度 所谓的按照权益法核算 账上有提出资本攻击 或者其他综合收益的那个值 对吧 那个值是不是也要考虑 是否截转至损益来进行调整 也就是我把第二笔分路 和第四笔分路 两个并在一起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什么 处置百分之二十股权 这百分之二十股权 以前所按照权益法核算 在账上体现出来那个什么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和资本攻击 看它能否截转至损益 相当于一个适从处置 转留存收益 还是投资收益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 最后的结果 是一个借一个银存 借一个宗股或者损股 都是百分之十 再带一个长头 账面这百分之二十 全部的处置 嘎出差来走投资收益 然后当然 原先第二笔分路和第四笔分路 两个要并在一起 怎么样 把它做反向截转 考虑转留存收益 还是投资收益 取决于这个宗股 或者是资本攻击 是否能够截转至损益 这是二十到十 我们具体看一下 这块怎么写的 二十到十是不是对原先股权 就是剩余这百分之十 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那么对于我们再看 个别报表 其他中央收益累积的部分 与被投资方对该类 其他中央收益的 处置的原则一致 在转换日经处理 这个转换是什么 是从于您先卖后买 这个日子 而不是您真正处置 剩余百分之十股权 那个日子 因为什么 因为您这个现在是 适同处置 所以在转换日 由于跨界了 由于先卖后买 因此怎么样 因此这个值 您要怎么办 您适同处置 在转换日 就需要考虑 把这些其他中央收益 当然可能有这段资本攻击的问题 怎么样 把它处置掉 至于说转留存收益 还是转投资收益 不好说 取决于您在于 您的这个权益法核算 对于被投资企业而言 到底是能够转的 还是不能够转的 我们再看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在核赢科技报表不涉及吧 核报它是不涉及的 那么因此 二十到十 给您先讲到这儿 相对简单 我们再看 从 六十或者从八十 我们用八十吧 从八十到二十 或者从八十到十 最后两种情况 我再给您画图 或者是从八十到十 我假设 八十 就是一个成本法 十是什么 十是 这是按照金融工具 也可能是 宗股 也可能是损股 因为我相当于是 现在是处置的是长头嘛 八十到二十 相当于是二十 是按照长头的权益法来核算 问题是 我们先看 从八十到二十这一步 有没有在各报和核报中跨界 各报中跨没跨 各报中一定是没跨 对吗 它是从长头的成本法 转成长头的权益法 而从核报中八十到二十 有没有跨呢 跨了 它从合并到不合并 因此对于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在各报中和在核报中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由于一个没跨 成本法转权一把 是同一个准会计政策变更 往前做追溯 另外一个是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也说这个百分之二十股权在丧控这个时间点 需要按照供应价值重新纪量 这也是为什么总考这个八十到二十的原因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两个在就是虽然同时都是剩百分之二十股权 但是由于我的会计的处理原则不同 一个跨了一个没跨 因此导致我在各报和导致我在核报中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会计处理的原则和方法 我们再看八十到十 八十到十在各报中有没有跨 从长头的成本法变成金融工具 无论是尊股还是损股 它都叫金融工具 而从核报中又没有跨 跨了 为什么 它核报中也是从控制到不控制 因此对于剩余百分之十的股权 在各报和核报 由于都跨界了 因此都是相当于是在一个丧控这个时间点 初始 重新确认一项新的金融工具 因此在各报和核报对剩余百分之十的股权 它的金额应该是一致 这和八十到二十不一样 由于八十到二十这个情况之下 在各报中每跨 核报中跨了 因此两者在丧控这个时间点 对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它的计量的金额是有差异的 包括后继权益法计量计划也有差异 我们具体看相关的表述 成本法转权益法 是不是按照权益法 类似于准会计政策变更往前做追溯 那我们再看和核报表 是不是对于剩余的这个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需要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重新计量 因此两个计量基础不一样 也正因此我们再看 在和平会计报表中 怎么办 由于在80%到20%这种情况之下 和平会计报表中我们看 与被投资方对该类其他综合收益的处理原则一致 与转换日进行处理 都是什么 和平会计报表按照先卖后买的这个原则 我们再看从80到10 80到10是什么 是不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和平会计报表也是对剩余百分之十的股权 按照公允 您看这 80到20 一个是按照准会计政的变更 权益法 另外一个按照公允 而这块就不同了 两个对剩余股权都按照公允 但在和报中 都是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因此因为什么 因为都产生跨界现象 那么这里面注意啊 上表中的金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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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权 对于剩余的这10%的股权 既可能是宗股 也可能是宗股 为什么 因为我储置是长头 不涉及 我们刚才在我们之前 在金融工具那张讲的 以前的工具价值变动 到底在储置时是否 转投资收益的问题 因为他什么 因为他现在储置长头 或者叫适同储置长头 因此这块你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再看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呢 可能我就在这 不一个一个给你念了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表的分析 我觉得您应该可以理解 我们具体啊 这些主要的一些点 我可能给您点一下 比如说从金融资产 到长头的权益法 我就问您 各报有没有跨 金融资产到长头 比如10到20 各报有没有跨 有跨 相当于是先卖 后买这个原则 您给我记好了 那么有没有涉及到合并呢 不涉及 但是这里面要注意的 一个点是什么 在由于我们现在考试 在10到20 只可能考综谷 因此叫做如涉及原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供应价值变动 改善权益法时要转入留存收益 而不是投资收益 这个点要注意 当然我想啊 从10到20的可考性不是那么强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出题的风格啊 都是各报怎么处理 何报怎么处理 如果您从10到20只涉及到各报 它那个难度上不来 它只可能是一个小拼盘 那小拼盘只要考长头 还不如大体考长头 所以说那么那种就是在个别和合并中都设计的那种夸界 出题的概率现在更高一点 我们这块我就不再给您做解释了 10到20比较简单 那么从20到10 我也就不再给您说了 20到10记住的一点是什么 这个10既可能是考综谷 因为能考损谷 因为我处置的事一项什么 事一项长头 只是权益法 同时记住一点 处置这个20 或者叫事同处置这个10的时候 因为你真正处置10 事同处置10 这个原先您按照什么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 比如其他综合收益啊 资本攻击啊 这些能不能转的问题 我们结合一个提示给您看 对于一些不能转入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比如设定收益计划 重新计量相关的差异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 那么你在联营企业 按照权益法核算时 您视同处置的情况之下 也只能重分类到留存收益 而不得到投资收益 这块这两年都考了 只是说这两年的提 有一些可能在没有公布的实题 您不知道 后面我们还会结合立体 可能在这个班 也能在我们的案例 或者摩考班中会设计 也就是对于您来讲要注意了 那么它是采用的是什么 对于被投的企业 如果说您的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能够结转至损益的 对于投资企业 权益法核算 如果是处置 或者日后视同处日 该长投 括号权益法核算 这个长投 怎么办 那么您所对应的 这些其他综合收益 也是不能结转至损益 而转入留存收益的 相应的 在丧失对联营企业 重大影响时 投资方对此前 确认的在此类 其他综合收益中的份额 不能转入 处置当期的投资收益 这块我觉得您应该 相对好理解 但记住了 这块是一个重要的口点 连续两年在这 出题了 我们再看 那么对于 因被投资单位 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 以外的其他所有权益变动 而确认的资本攻击 那么可以转损益 其实核心点就在于 你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 它的资本攻击 或者其他综合收益 能否接受损益 那么你的投资企业 对于你的投资方而言 你也在处置 或者始终处置时 对应的能否转损益 或者是转留存收益 两个对应 我们再看三 金融资产 对长期股价投资 比如从10到80 个别跨没跨界 跨了 合并跨没跨界 也跨了 因此在个别报法中 需要什么呀 需要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它叫做什么 叫做应当将按照该准则 确定的股权 投资的供应价值 再加上新增持70%股权 以前跟您刚才已经跟您讲了 可能产生控股权溢价 看这个10%的股权 在购买日 给不给你 没 如果不给你 怎么办 按照你增持70%股权 乘以七分之一 倒推 如果给你了 优先采用 给你这个股权的供应价值 两个值可能会不一样 以前年度也考过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原股权 投资于转换日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记住当期损益 或者是留存收益 比如说也可能是中股 也可能是损股 如果是损股的话 那当然是记住当期损益 如果是中股的话 当然是记住留存收益 如涉及原记住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供应价值变动 转入留存收益 好 我们继续看核报 核报是不是跟各报一样 也是什么 也是跨界了 因此它是按照你锁什么 你所圆10%的股权 在购买日的供应价值 再加上你本次支付 70%股权支付的对价 与你被投资企业 可变人精彩的供应价值 来进行比较 当然你可变人精彩的供应价值 它要成立你的原持股比例 进行比较 比较之后 算出那个商业的质量 当然我再说一遍 跨界只有在非同控下才成立 当然非同控 是在我们增持过程中出现的 那么我们再 注意的几个点 是什么 如果是四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转成本法 权益法转成本法 在个别报表 有没有跨界 没跨 它是从什么 它是从长头 还叫长头 因此它是按照什么 长头的账面价值 再加上新增成本之和 作为 比如从20到80 作为您 20到80 那个80 那个初始 计量金额 但是这个20 原先你可能也是按照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这个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账上你也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资本攻击啊 或者其他中国收益 在您购买日的时候 转不转 转不 截不截转 不截转 为什么 因为您没有跨界 什么时候截转 写得很清楚 在处置时来进行截转 为什么 你处置当然是怎么样 当然是这项资产 都被按一项按处置 处置处理了吗 而现在是什么 由于没有跨界 因此怎么样 你需要按照账面价值 加上你这次增持股权 这不对价 当然前提是权益 转成本 这是我的个报 核报怎么处理 核报有没有跨界 跨界了 因此怎么样 因此对于女丸 持有那个20%股权 假设是20%到80% 应当按照该股权 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一个 先卖后买的原则 对原20%的股权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 价值差 确认为当期损 投资收益 相当于是什么 相对于是账上怎么样 处置一项长投 传义法核算的 再怎么样 再按照它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再加上我增持 比如从20%到80% 增持60%股权 支付对价 等于是我在 合并分极报榜中的 合并成本 或者合并对价 与你被投的企业 可辨认精彩的 公允价值应比较 当然还要乘以 那个持股比例 你所对应的 嘎出来 你只来等于上誉 也正因此 由于先卖后买 原持有20%股权 采用权益法 核算下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部分金额 转投资收益 或者是留存收益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在 你在权益法核算时 你的被投资企业 它所对应的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是资本公积 能否转当期损益 那么这个点 你要注意 那么20到60 和从60到20 我们现在讲的20到60 是非常容易考的 因为它涉及到什么 它涉及到 在各报和在核报中 不同的处理人则 记住一点 被投资方 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 所导致经济上 或者经费在变化 怎么样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是什么 是您在处置时 不能截转至随的 那么这个点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再看具体的相关的一个提示 这块我就不再给您赘述了 都是一个合并商誉 怎么来计算的问题 跟刚才讲的一样 两个嘎叉算商誉 现在的问题是在去年 2021年的8月28号 在没有公布那个考题中 考了跨界的题 它对跨界提示从30到10% 当然是非同控 就是非关联方购买 它那个题啊 考的并不是很难 它问的是什么 它问的是在个别报表中 涉及到 比如说我们在长头权益法 涉及到其他综合收益 哪些结转之损益 哪些不能结转 那么在个别报表能否结转 合并报表 在购买日能否结转 它考的是这个点 当然也是在各报和合报的 竞争会计处理 也正因此提醒您 如果这个点 就是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啊 是10到80的情况 就是换句话说 从金融资产 到我们的长头成本法 或者是从不控制到控制 怎么办 这时候 它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以前供应价值变动产生的 只能转就算收益 但是从30到100% 这种情况 在个别报表中 你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在购买日不处理 您在真正处置这股权的时候 再处理 但是在合报中 由于跨界了 按照先卖后买的原则 因此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你要考虑 是否能够节转至损益 取决什么 取决它的提干 给您的信息 作为被投资企业 它所对应的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否能够 节转至损益 这个点去年考的 您要非常的注意